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给大家读的故事是 我的爸爸是女人的第一个故事 也当然就是 我的爸爸是女人 横文石 妈妈开在这 胡同学 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 绕圈圈 妈妈 我们已经在这村子里很久了 胡同学小声的说 喂 如果你们要拿着插衣领的校服回家 妈妈需要在这里 这个迷宫村里转圈圈吗 妈妈透过后视镜 动这种东西 对不起妈 以后我会小心 你 你不是不知道吗 是路痴啊 现在悟过远逐了 我们却不会回家路了 陈阿姨不是要叫你怎么走吗 他有叫我怎么去下家 但没叫我这样回家 啊 我的妈呀 路线不是一样的吗 哪里一样的 好 这完全相反好不好 复杂度成一万 妈妈很懊恼 好吧 妈妈 你就试一试走那一条 嗯 那不是谢顶峰吗 原来他也住这里吗 好 他只经过一个房子 十五东西 看见 谢顶峰在那家的院子里 真要收像量在 量医生的衣服 但是谢顶峰不够高 一直都够不到 一个 后来一个女人低 低着头 送男的从屋里跑出来 帮她收衣服 两人再轻松地跑回屋里去 谢 吴东西刚想照顾她 但他们已经把门关上了 因为我终于知道回家路线了 请叫我路线 他们无意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 我不知道路线 我终于 我只知道 噢神来找我了 吴东西很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回家吃晚餐了 因为早上 吴东西看到谢顶峰就扣不及待了 要跟她说话 谢顶峰昨天半晚我看到你了 啊你还哪里看到我 谢顶峰问到 你的家 我看见你 你的院子里收衣服 你够不早上还有个阿姨来帮你 我同学滔滔不解 阿姨谢顶峰 你不是一直和爸爸 跟爸爸和奶奶住吗 你那不是已经离开你们很久了吗 其实谢顶峰跟妈妈咱们咬的时候 就离开了家庭 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了 对啊 反正阿姨 终于回来了 我同学有兴奋 每个人都质疑了 但是 我 吃了 看好了 你们一家终于可以 大场圆乐 普通鞋 真心 替他们感到开心 谢谢 谢谢你夫人 那样子 那种人不自在 整理好消息 我们如何 我们要如何清楚 大吃一顿 你会马上经理 就要再决定 等一下 你如果是没有其他 没其他 来 还要没其他 你知道吗 喝喝喝喝好像没有了 各位 同学 下个星期六的假装日 一早请爸爸和妈妈来学校 说不然他们不在本地 季老师提醒您的说法 老师 老师 我爸说下个星期六 我们不能说实 我们进来几首说道 老师一亲自打电话 给不能出席的家长 跟他们聊一聊 了解情况 如果家长不能来 老师又联络了 谢霆锋的妈妈回来了 真的能出席 谢霆锋的妈妈回来了 老师 谢霆锋的妈妈 回来 给他们一家团聚了 不同学人 不祝和大家分享 谢霆锋 的实验 谢霆锋呢 一直请 爸爸和妈妈来 我先问你问他 谢霆锋好像不太愿意让人 别人听到妈妈 请阿姨一定要来哦 我妈妈会很高兴 认识她的 不同学人期待 就再看看吧 学习节时 谢霆锋一个人 默默的在校园里 讲吃午餐 因为我们还烫了一口气 哎 这是阿姨给你做爱心午餐吗 我东西突然冒出来 你干嘛躲在这里吃午餐 道歉我们分享你的爱心午餐 放心 我一定吃得很饱了 有一点满足的摸了摸好的原肚子 不是啦 谢霆锋笑了出来 哎 你这样还笑还不变吗 小孩子看什么气 谢霆锋 你妈妈回来了 你妈妈不是很开心 其实应该就直接察觉到了 没有 谢霆锋 只能不认 那为什么你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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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妈妈读一起 所以没有办法适应 我觉得很得意 她觉得她太聪明了 就 你放心 十年久了 你就会渐渐适应 毕竟她是你的亲生妈妈 浓浓的雪啊 浓浓的雪 她一点苦涂了 傅中学 雪浓与水 不懂谁反问她 与一飞提示 浓浓的雪 不就是雪浓与水吗 不懂谁反问她 哼哼 今天 浓浓又带着浓浓同学 来上一次个星期两 跟孙女聊天前 浓浓 上一次你不是认得不下了吗 怎么又有路了 上一次是上一次 这一次的路无一样 起来 不是同样的村子吗 行动是雪的雪庭峰 堆掉了数学过夜路 搞得我们现在困在迷宫里 妈妈有点焦急 因为她开始了尿意 想上厕所 哎呀没完 书写不得一样 一模一样 我怎么知道哪 会拿错 那如果知道 住哪里 该换回来就行了 我没通知 她就到家去 然后不太好 事情说我这样 是在这附近 你确定啊 那一家我记得她这样子 普通学突然指着前面的屋子 叫了起来 哦 妈妈就妈妈 车子失去 车子过好后 两人便下车走到铁门外 妈妈铁门没上手 我们直接进去吧 等一下 妈妈没收完 胡同学 已经 推开铁门走经验子里了 房子的 管夜 乘抬着 胡同学 透过 穿 看见客厅也 跟女人背着她 再为老奶奶吃粥 好 阿姨 请问谢霆锋在家吗 胡同学问道 怎么知道那女的 毒弹没长过什么 反而退出了金属房去了 啊 胡同学感到臭恶 嗯 嗯 怎么了 有人在家吗 妈妈走过来 不久后 街霆锋 狂张的从 屋子里头出来 我忘记你怎么来了 我要把我们 数学 不 换回来啊 我们对调啦 哦 我没差点了 谢霆锋没情样的金屋 语的意思 你的肉去哪 追不 谢霆锋 爱今天跟你接厕所用啊 接厕所 谢霆锋的脸色大便 你家干贵没厕所吧 胡同学觉得他的房间很奇怪 这 胡同学 分时不知否则 你的真正没厕所 胡同学不敢相信 不是 不是的 这屏幕一直不让人进去 也还不看回头 往厨房的方向看 哎呦 莫子坏人了 真可怕你的妈妈也在家 不用害怕 如果不敢跟他没关系 那我不想为难 谢霆锋 让他们进来吧 一个男性的声音传了出来 哦 爸爸也在家 那 谢霆锋 眉眉的 他的脸色疼张的 让他们入屋内 厨房在 他手在厨房后方 谢霆锋指着厨房 让妈妈走进去厨房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女人 低着头 在里面 忙 头发折折了他的脸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借用你家的厕所一下 妈妈不好意思的 把了隔道符 对方指示 点点头 一会儿后 妈妈从厕所里出来 你去去厨房妈妈吧 我是胡同学娜妈 她们是同班同学 那女 妈妈自我介绍 那女人在埋头切菜 就是一直点头 我没说话 这算不容易吧 妈妈觉得尴尬 突然 外面藏来藏到风 不要你走开 妈妈 终于冷了 让我喂你 我不要你喂 我要美兰喂 叮 tighter 叮叮 那女人一清 multiple 有空巾打到人首都 一个坚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霆锋反对我 请装个话给妈妈解释了 如果不情愿让人知道你 那可不必解释 妈妈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保留自己的秘密 其实一直都是谢霆锋的妈妈 美兰在照顾我生病的妈妈 美兰走后 妈妈不肯吃和精神越来越差 谁都不要 一定要她来照顾 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只好加班美兰 幸好妈妈以为我是美兰 很让我照顾 谢爸爸无奈时的说出真相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不喜欢谢霆锋 因为我的打扮而被人指指点解 所以极力隐瞒 极力隐瞒 极力隐瞒 没想到今天还是被发现了 现在我们无意接掌了你们的秘密 今天是很难感悟 下个星期六得交等日 我不知道如何告诉老师 谢霆锋来访料 出零的妈妈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我认为你应该把事情告诉季老师 请老师保守这秘密 相信老子会明白和谅解的 妈妈建议谢爸爸 我也是那么想 谢爸爸点点头 太好了 我的白脑解决了 七平红欢呼 谢爸爸趁机向妈妈请教了一些家长 要注意的是 两人热烈的聊了起来 过了不久 我当时的妈妈 东东西望 美朗你怎么变得那么矮了呢 而且还瘦 粥分给你吃 去了会长高一点 然后那些声音从 房间里传了出来 美朗 大伙儿的眼睛 然后嘴巴张得很大 互相对望 当他们走进房间 看见带假发的胡同鞋 再为奶奶去找胡同鞋 我帮奶奶奶去周末 嘿嘿 同言话语 Uncle请让一让 妈妈今天的 胡同鞋说 妈妈今天的青菜很新鲜的 胡同鞋和妈妈 啊 不容许说 Uncle不好意思 你帮到我们了 Uncle说了 我是女的啦 妈妈说 抱歉抱歉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哦 对不起 跟你们 10个月 我可以订阅 i 感谢观看